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马铃薯,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。 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2004年4月20日,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乡派出所来了一名男子,称自己的妻子李秀卿失踪6天。 妻子刚买了一个月,价值18万元的一辆宝莱轿车也不见了。 民警详细了解后得知,这名男子是呼和浩特市荷林戈尔县警察,妻子李秀卿无职业,夫妻俩原在荷林戈尔县城关镇居住。 前些年,两口子在忽视玉泉区西菜园乡,南院小区购买了一套住房,由李秀卿常年居住。 而丈夫由于工作关系,经常不回家。 家中一儿一女分别寄养在荷林戈尔县的爷爷姥姥家。 李秀卿的丈夫说,4月14日16时,自己曾回家一次,待了两个小时,她爱人情绪很正常。 大约18时,她离家返回单位。 4月16日,岳母给她打电话说,连续两天往她家里打电话都没人接,李秀卿的手机也关着。 她又给李秀卿的几个朋友和同学打电话,他们都不知道李秀卿的下落。 据李秀卿的丈夫介绍,李秀卿有一位密友叫梁冠忠,是呼和浩特市南地公安分局局长。 发现李秀卿失踪,她立即给梁冠忠打电话询问李秀卿的下落。 梁冠忠说没见着,并和她以及岳母一起来到李秀卿的住宅。 三个人进入房间后,室内整洁有序,没有任何异常。 4月20日,李秀卿仍然不见踪影,手机也关机。 家里人觉得不对劲,于是,催促李秀卿的丈夫向派出所报案。 民警接到报案后,发出了寻人和寻车的启示。 同时,派出所的干警们,也开始从李秀卿的亲朋好友处了解情况,并对李秀卿的购车过程及资金来源进行查询。 忽视公安局育权分局副局长陈清华说,经过近十天的走访,干警们汇总上来的情况。 有几个十分明显的疑点,一是李秀卿无职业,丈夫也是一般工薪足,没有必要,也没有能力购买宝来轿车。 二是李秀卿的手机,平时从不关机,现在却一直不开机,情况很不正常。 三是梁冠中与李秀卿关系暖昧,保持了数年之久,李秀卿的熟人和家人都知道。 四是从汽车销售公司了解到,李的宝来轿车,是以某集团大客户的名义买的,而且,购车人梁冠中和李秀卿,用的是夫妻名义。 五是梁里二人在2003年12月,从忽视塞罕区乔华世纪村,购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住宅,而李的丈夫并不知情。 民警根据这些情况分析,李秀卿失踪的可能性极小,遭绑架和被害的可能性极大。 陈青华说,认为案件的性质应该转变,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,而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。 玉权公安分局立即组织行政人员,对李秀卿的住宅进行现场勘查。 从卫生间的地面上,门上,客厅过道的墙上,卧室的床单上,踩到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和精斑。 忽视公安局玉权分局局长宋晓清说,这更加证明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。 2004年5月9日,忽视公安机关4、14专案组成立,陈青华任组长。 民警的进一步勘查,有了进一步收获,技术人员在屋内的茶几下层的玻璃板,一个不显眼的地方,发现一张纸条,从语气上看是李秀卿写给女儿的。 大致意思是说,妈妈不是个好妈妈,妈妈对不住你,妈妈要走了。 民警又对乔华世纪村李秀卿的新房进行现场勘验。 提取道一封,一年前梁冠中写给李秀卿的保证书。 上面写着,我于2004年年底娶李秀卿为妻,否则甘愿受任何处罚。 民警还发现,李秀卿的新房装修很考旧,屋内的家具一应俱全,相当豪华。 民警把两里的纸条送到自治区公安厅进行痕迹鉴定。 结论是,确实是两人的亲笔。 陈清华说,基于梁冠中和李秀卿的暖昧关系, 在通过对李秀卿买房,以夫妻名义买车和梁张指质证据一串联。 他们认为,李秀卿很可能向梁冠中逼婚。 而梁冠中不断在物质上,满足李秀卿的欲望。 然而,当民警向梁冠中核实情况时,梁冠中只承认与李氏朋友关系。 买车、买房都是以朋友的身份资助李秀卿,其他情况都失口否认。 为了拿到铁证,忽视公安局将案件汇报到了上级部门。 6月30日,痕迹法医方面的思维专家,再次前往李秀卿的住宅进行取证,专家对李家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搜寻。 从李秀卿住宅的抽水马桶杆上,脱布拔等处,又提取了一些血迹及其他物证。 专家认定,李秀卿被害的可能性极大,而李秀卿家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。 很快,血迹鉴定结论出来了,DNA检验证明李家的血迹是李秀卿的,床单上的经班是梁冠中的,另外还有一个未知名男子的血迹。 警方因此断定,梁冠中知道李秀卿失踪的全过程,他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与此同时,另一组侦察员也发现了一个线索。 梁冠中的妻子有一个名叫魏晋的表弟,曾在南地开小支部,平时与梁冠中关系密切。 4月20日以后,突然离开忽视,回了老家重庆市河川县。 至此,案情有了基本脉络,警方决定迅速采取行动抓捕疑犯。 7月2日,律权公安分局派一个小组,前往重庆市河川县,查找魏晋。 7月5日,23时30分,抓捕梁冠中的行动开始。 南地属内蒙古河西公司驻地,离市区约30公里。 由于专案组连日的调查,梁冠中被弄得心惊肉跳。 7月5日当晚,他在自家住宅楼附近的小饭店里,约了几个朋友喝酒,夜间12时了,还不想回家。 警方抓捕小组的车刚到,梁冠中就发现了,并迅速逃离南地。 然而,警方通过侦查,很快锁定了梁冠中的位置,呼和浩特市火车站。 警方迅速调集人马,包围封锁了呼和浩特火车站和周边的公共娱乐场所。 7月6日凌晨5时,经过大半夜的清查,玉泉分局局长宋小青,带领的一路抓捕人员来到了。 位于车站东街的上海滩喜玉城。 这时狡猾的梁冠中,混在喜玉城过夜的人群中,正焦虑地等待家人给他送钱准备外逃。 但是法网灰灰,疏而不漏。 年轻的女局长一眼就认出了他,将其就地勤获。 警方连夜成立审讯组,对梁冠中审讯。 开始,梁冠中百般抵赖,说自己有养伪病,并有医院开具的证明,不承认和李秀卿有暧昧关系。 他认定警方还没拿到铁证,态度十分嚣张。 7月9日凌晨3时,经过三天三夜的较量,梁冠中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动。 玉权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察员张顺根说,他供述了一份避重就轻,精心编造的谎言。 张顺根是一位有着32年刑侦经验的老刑警,梁冠中的谎言很快就被这位老侦察员戳穿。 7月9日上午,梁冠中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,如实交代了伙同魏晋。 杀害李秀卿并分尸的全部过程。 此时,魏晋也在重庆警方的配合下被抓获,在当地的突击审讯中,魏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 按照梁冠中,魏晋的指认,警方找到了李秀卿的尸体,梁冠作案的工具,李秀卿的宝来轿车。 至此,发生在呼和浩特市的4、14杀人碎尸案,圆满告破。 那么,李秀卿为何成为局长情人的刀下之鬼呢? 这要从2000年两人的疑似邂逅说起。 2000年1月29日,李秀卿一不小心遭遇桃花运。 这天,29岁的李秀卿陪着丈夫汪寿儒,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,拜访老同学。 酒足饭饱后搓麻将,一位中面男子在前呼后拥下走进门,人们立即起身行李打招呼。 经介绍,李秀卿得知,此人竟是响当当的中央直属企业,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企业,公安局局长梁冠中。 在李秀卿的印象中,公检法机关的头头脑脑们,要么骨板着脸,非常严肃,要么丝丝纹纹很有风度。 而眼前的这个公安局长,不仅说话东一郎头西一棒锤,没有一点逻辑性,而且言语粗俗,脾气十足。 一下子给李秀卿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李秀卿发现,梁冠中在麻将桌上心不在焉。 一双色眯眯的眼睛,在他胸脯扫来瞟去。 李秀卿的双甲飞起红韵,临别时,梁冠中悄悄向李秀卿索要了手机号码。 从此,李秀卿经常接到梁局长的电话问候,和热辣辣的手机短信邀请。 于是,他借看望老公的同学名义,不时光顾南地分局,每次受到梁冠中用公款热情接待。 不仅如此,在麻将桌上,麻跡一般的李秀卿屡战屡,大把的赌资流进了他的荷包。 李秀卿心里明白,这是梁局长为讨他开心有意输牌。 其他麻友都很失去,众星捧月班暗中帮他点炮,李秀卿的虚荣心获得极大的满足。 随着交往的频繁,李秀卿却还是若即若离,更加吊起了梁冠中的胃口。 李秀卿的妹妹买了一辆客车跑运输,需要办理上牌照和营运手续。 梁冠中知道后主动帮忙,仅一天时间就办理完一切手续,并亲自驱车将证件送到李秀卿手上。 李秀卿第一次领略了权力的魔力,他对这个粗俗甚至野蛮的男人。 如何登上权力宝座非常好奇。 梁冠中听了哈哈大笑说,自己没啥学问,但会搞关系。 没想到,梁冠中快人快语,毫不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发迹史。 1959年出生的梁冠中,18岁参加工作,原是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的一个电焊工。 因为善于迎合领导,1980年转为企业公安干警。 此后,他的仕途一帆风顺。 从公安局调到公司,纪检委任办公室主任,不久升职为公司机关纪检委书记。 1996年,38岁的梁冠中登上了权力顶峰,做上了这家中央直属企业,公安局局长交易,级别享受副厅级待遇。 李秀卿听得眼睛发亮,对眼前这位高中没毕业,对法律一窍不通的粗俗男人,竟能从电焊工青云直上,爬上了公安局局长的宝座,而惊叹不已。 美女的崇拜如同春耀般撞起色胆,梁冠中热血沸腾。 猛然一把将李秀卿搂进怀里,喘着粗气说,小李子,我老梁没什么文化,不会讲酸溜溜的情话。 但我要对你说,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好看的女人,真的好喜欢你。 李秀卿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,便浑身酥软闭上了双眼。 在激情澎湃中,李秀卿娇称地戳了一下梁冠中的鼻子。 谁梁冠中虽然贵为局长,但也未免太色胆包天了。 别忘了,自己发老公也是一个警察,腰里也别着家伙,可是要当心吃枪子的。 李秀卿1971年出生于内蒙古荷林格尔县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,从小就是一个美人披子。 1988年,李秀卿结识了刚刚从内蒙古警察学校毕业的汪寿卢。 几个月的热恋后,年仅17岁的李秀卿,退学嫁给了这位警官帅哥,第二年,他们的女儿姑姑坠地。 婚后的李秀卿极力扮演贤妻良母,小家庭过得温馨而幸福。 汪寿如不到30岁,便当上了荷林格尔县某镇派出所所长,并在呼和浩特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。 将家从县城搬到了大城市。 杨冠中没想到,自己烈焰到的这位美女,不仅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,而且还是一位年轻警官的太太。 李秀卿说,一夜请点到为止吧,玩真格太危险了。 没想到,粗俗的局长这次来了一段文雅的动情表白,抱得美人归,做鬼也风流。 老梁敢作敢当,天不怕地不怕。 与粗野局长上床后,李秀卿也曾有过对丈夫的深深愧疚。 他嘴上说点到为止,但粮冠中的一个电话,又让他魂不守舍。 此后,高级宾馆的客房,成了他俩流动的家。 昂贵的名牌服装,价值数千元的高档化妆品。 更令李秀卿高兴的是,粗野局长不像其他好色官员那样,胆小如鼠,做贼似的搞地下情。 梁冠中敢于带着李秀卿,在公安局初双入队,毫不遮人耳目。 这种男人本色,加深了他对梁冠中的爱意。 就在梁冠中春风得意时,有人捅了他漏子。 写信揭发粗野局长将情妇带到公安局,太不像话了。 公司纪委派员调查后,找梁冠中发表见面谈话。 梁冠中有点紧张,表示立即与警官太太一刀两断。 然而,梁冠中事后并没有抽身隐退,只是由公开化转为地下情。 为了与年轻11岁的小情人长相厮守,梁冠中出资16万元,购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豪宅赠予李秀卿,并添置了全套家居。 粗野局长在坚情暴露后,受到上级追查时,对李秀卿仍不泣不离,这让李秀卿非常感动。 而梁冠中也再次追加感情投资,以夫妻名义购买了一台宝莱轿车,赠送李秀卿使用。 为了凸现小情人的身份地位,他还利用职权,给宝莱安装了公安牌照。 李秀卿驾驶着宝莱,风风光光地到处兜风。 宝莱经过公路收费站时畅通无阻,进入住宅小区大门时,宝安敬礼迎送。 特权爱情让李秀卿幸福地头晕目眩。 就在李秀卿驾驶宝莱飘飘然时,他的后院起火了。 娇妻红杏出墙,难逃警官丈夫的眼镜。 汪秀卿严厉警告妻子,没有一个男人,能够容忍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耻辱,希望你好自为之。 老公简单的两句话,让李秀卿不寒而栗。 李秀卿从内心里非常感谢丈夫,不仅给自己留了一条回家的路,而且给了他一段返程的过渡期,并没有立即摊牌。 于是,李秀卿开始有意识地,给自己的婚外激情降温,减少约会的次数,身居减出。 这样熬过了一个月,李秀卿待在家里,觉得浑身像有许多蚂蚁在爬一般难受。 他依然决定,留给老公分手信,抛夫别女。 李秀卿做出这一决定的另一心理原因是,他觉得在两只枪口之下,玩婚外情游戏实在太危险了。 老公和情夫都是警察,弄不好双方擦枪走火,后果不堪设想。 2003年末,李秀卿将14岁的女儿转到一所寄宿学校,然后无牵挂地直奔新家。 李秀卿以为,自己与老公摊牌,一定会让情夫高兴地跳起来。 不料,当他兴冲冲地将好消息报告给粗业局长后,梁冠中文之色变,责怪他疯了。 李秀卿第一次见到,他对自己发脾气,正正地站在那,满脸惊诧与困惑。 进入新家第二天,李秀卿便迫不及待地催梁冠中离婚。 面对小情人明确提出转正,梁冠中感到麻烦大了。 他委婉地拒绝了情人要求,理由是,他找不到离婚的理由,并第一次对情人谈了他的家庭情况。 梁冠中的妻子,刘丽娟是一个比较有修养的女人。 她对局长老公在外面泡妞的事早有耳闻,但没有大吵大闹,也没有兴师动众找二奶算账。 刘丽娟对丈夫好言相劝,见其色迷心窍难醒悟,主动提出协议离婚。 后来亲友纷纷出面相劝。 刘丽娟念及二十多年的夫妻情分,才没有对簿公堂。 梁冠中对妻子如此通情达理,而心存感激,更令梁冠中割舍不下的是女儿。 梁冠中的女儿,此时正就读于名牌大学。 她曾给父亲写信说,作为晚辈无权干涉和评价父母的私生活,但她希望父母都珍惜这个家庭。 除了这两个牵绊的因素外,梁冠中还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,她不想因离婚问题而遭别人笑话。 还没等梁冠中诉苦完,李秀卿就打断了她的话。 说她既然如此看重自己的婚姻家庭,当初为什么要狂追她? 现在自己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,叫她怎么办? 一对亲密情人第一次发生争吵,不欢而散。 从此,梁冠中开始躲避和冷淡小情人,决定激流涌退。 李秀卿见情人响溜,为了督促情人早做决断。 李秀卿拿出了少女时代撒娇的看家本领。 通过面谈、电话、短信和床上戏等各种形式,嗲声嗲气地瓦解梁冠中固守围城的斗志。 见效果不大,她又哭又闹,耍小姐脾气逼其就范。 梁冠中左哄右斗,但就是不肯松口。 李秀卿集中生智,来了一招独特的遗书撒娇,一下子将梁冠中给唬住了。 2004年1月1日,李秀卿早早准备了一桌子美味佳肴,还买了蜡烛和葡萄酒,准备与梁冠中共度浪漫的元旦之夜。 但梁冠中迟迟不回家,发短信没回音,打电话手机关机。 李秀卿找人转告梁冠中,如果两小时内不回家,就永远见不到自己了。 事态紧急,梁冠中立即赶过去,果然见小情人打开梅气冠自杀,茶几上放着一封遗书。 梁冠中关掉梅气冠,撕毁遗书,对李秀卿说他怎么这么傻,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商量的呢? 这一夜,梁冠中温身苏语,一直陪到天亮。 一个月后,李秀卿见情人,再次远离自己。 又写下一封遗书,手持水果刀,对准自己的胸口,要自杀。 被梁冠中制止,他再次撕毁遗书,并口头承诺离婚。 李秀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然而,梁冠中光说不练,挽起拖延战术。 李秀卿打电话到局长家里骚扰,跑到公安局办公室催逼,甚至大吵大闹,搞得粗野局长焦头烂额。 作为堂堂公安局长,梁冠中岂能容忍他人敲诈到自己头上。 梁冠中的生硬态度,引发了第三次殉情自杀事件。 2004年3月16日,李秀卿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后, 福岸又写了一封遗书。 女儿,妈妈对不起你,妈妈要走了,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这一次,梁冠中被逼得无奈,只好白纸黑字写了一份保证书。 保证2005年离婚和李秀卿结婚,否则甘愿受任何处罚。 李秀卿拿到保证书,向领道走向红地毯通行证一般开心,破涕为笑。 在颠乱道缝后,李秀卿依偎在情人怀里。 说其实前几次自杀,写遗书,只是对他撒娇而已,自己怎么舍得丢下他而去呢? 但这一次,梁冠中没有再撕毁撒娇遗书,而是悄悄把他装进公文包里。 第二天,梁冠中找到妻子的表弟魏靖。 说,有个女人天天逼着自己和他表姐离婚,简直是个妖怪,烦死人了。 自己想让他帮忙把这个女人给做了。 魏靖大惊失色说,和他断绝关系,不就可以了? 干嘛非要杀人呢? 梁冠中二话没说,便走了。 梁冠中虽然走了,但魏靖知道,这是没这么容易了结。 当年37岁的魏靖,原是重庆河川市石滩乡一个农民。 在梁冠中的关照下,魏靖来到呼和浩特市开了一家餐馆。 生意红红火火,还买了房子,将妻儿老小都接来团聚,他因此对局长姐夫感恩戴德。 但叫他提着脑袋去杀人,魏靖吓得双腿发抖。 2004年4月14日,梁冠中再次将魏靖叫去商量除妖之事。 魏靖知道躲不掉了,于是,两人当晚驾车直奔李秀卿的住处,途中购买了作案工具。 晚上八时许,梁冠中先进入李秀卿房屋,一把将他的手机夺过去,将通话信息全部删除。 随后电话通知魏靖进入房间,将李秀卿残忍杀害。 把尸体搬到李秀卿的宝来轿车尾箱里开走。 当晚,魏靖受梁冠中指使,返回李秀卿房间清理现场,并将李秀卿的撒娇情书摆放在梳妆台上,造成李秀卿寻短见的假象。 次日,二人将尸体分解后,分别埋于忽良公路30公里和40公里处。 之后,梁冠中又指使魏靖,将作案工具保来轿车,开到山西大同市丢弃。 当年48岁的梁冠中,原先是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的一名电焊工,因为善于迎合领导,1980年转成了企业公安干警。 此后,他的仕途一路春风,从公安局调到公司纪检委任办公室主任,从公司纪检委办公室主任,转任公司机关纪检委书记,又从机关纪检委书记转回公安局任局长,可谓仕途顺达。 然而,尽管梁冠中的职务步步升迁,但政治思想素质却没有随着职务的升迁而得到升华。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干警,这样评价梁冠中。 梁冠中 讲话粗俗,对上溜须对下欺凌,不懂法律,崇拜权力。 据这位负责公司保密工作的干警讲, 有一次,公安分局政委安排他到北京送一个保密材料,因为没和分局局长梁冠中打招呼,梁冠中硬是把他的公出算作矿工,认为政委侵犯了自己的局长权力。 南地公安分局政委说他服从分配,技术过硬,就能做一名好的电焊工。 但一个公安局长,必须具备健全的法律常识和较高的政治素质。 梁冠中自从脱离电焊工岗位踏入仕途,只对人际关系感兴趣。 对党纪、法律、刑侦专业知识从不问津。 说他不喜欢学习,分局安排的中心组政治学习,他一般情况下是不参加的。 这个问题,分局领导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也提过。 他虽然表面接受了,但行动上依然我行我素。 不喜欢政治学习,但爱好酒色。 分局干警们反映,梁冠中喜欢吃喝玩乐,逢请必到,从不拒绝。 他喜欢打麻将,喜欢到歌厅,还得有人请客买单。 一位干警说,官场上流行的一些不良习气,他身上都沾有。 据了解,长期与梁冠中拼居的有夫之妇李秀卿,本来是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公安局一位干警的妻子。 这位年轻干警毕业于内蒙古警察学校,其同班同学在梁冠中手下任职。 这位干警有时带着妻子李秀卿,到南地公安局会同学,一来二去梁与李也混了个脸熟。 梁剑李年轻漂亮,便打上了李的主意,很快用金钱将李俘获,并且打得火热。 旁若无人的在公安局出双入队。 为了获得小自己十几岁的小批欢心,梁冠中不仅出资五万元,资助李秀卿买了一辆宝来轿车。 还违反公安纪律,把李秀卿的车子扮成执行警务的公安牌照。 梁冠中的种种劣迹,引起了公安分局广大干警的强烈不满。 2001年,分局干警向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纪检委写信,举报梁冠中的种种劣行。 接到公安干警们的举报后,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纪检委组成调查组, 深入到南地公安分局,对梁冠中的作风问题进行了调查,并对梁进行了见面谈话。 面对党组织的挽救,梁冠中并未从错误中惊醒,而是洋风阴伟的应付。 河西公司纪检委的调查谈话,仅仅使梁冠中与李秀卿的关系,由地上转入了地下。 为了掩人耳目,与李秀卿达到长期拼居的目的,梁冠中在2003年又出资又担保。 帮助李秀卿以按揭贷款,购买了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 与李在新房里夜夜寻欢,日日作乐。 结果,李秀卿在感情的泥闹中欲陷于身。 他不满足于长期当二奶,想登堂入室,完全占有梁冠中。 李秀卿在向丈夫提出离婚之后,又不断地向梁冠中施压逼他离婚。 李秀卿抓住梁冠中,害怕党组织给予纪律处分,害怕丢掉乌纱帽的心理。 你如不答应,就去你单位闹,搬到你家中住乡威胁,对梁逼婚日盛。 本来只想玩感情游戏的梁冠中,这时才意识到,包二奶包出了天大的麻烦。 梁冠中交代,自己从一个电汉宫,奋斗到今天的位置不容易,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丢掉职务。 权力与美女相比,梁冠中更爱权力。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,梁先采用缓兵之计,给李写下结婚保证书。 承诺2005年一定取李为妻,之后,并开始筹划除掉李。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铃薯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请... 感谢观看